白化佛法 白化佛法 希望大家多吃素多念经 好下面就开始跟大家呢 有十几分钟的白化佛法节目 听众朋友们 大家都知道啊 我们学菩萨学佛啊 要远离自己的惰性啊 远离惰性 那么我们学菩萨 就是要行菩萨啊 行菩萨 就是要 执众得本 执就是凡执的执 众就是众生得本 也就是说 要在众生当中 把他们的道德 啊 这个凡执 就是让他们道德的本性 拿出来 就是菩萨行 啊 所以菩萨行 所以菩萨行 就是让人家感受到 我们有道德 啊 我们现在 因为无名而生起的 很多的贪嗔痴慢疑 啊 都是因为我们 没有受到自身的 啊 这个佛性影响 而 转而呢 就是起了一些贪嗔痴慢疑 所以我们学佛 要在自己的行为上 啊 起一切的善行 一切善行 就是不管什么善都要去做 啊 是菩萨行 我们哪怕就是行 六菩萨蜜 我们 也要辨知众生 啊 的心心术法 也是菩萨行 也就是说 当你人如菩萨蜜 啊 精进菩萨蜜 啊 人 不管你说学 啊 这个 这个 智慧菩萨蜜 都是 我们说 都是 要 不能离开众生的 这就是菩萨行 啊 而且 做这些 六菩萨蜜 就是不能漏 啊 不能漏 有漏 所以你看 很多人做了很多功德 但是他整天在漏掉 就像一个人做好事 做了很多 但是最后呢 他 漏了 漏了很多 啊 所以 我们说 学佛 想 通过 学佛 学菩萨 啊 要得到解脱 所以 解脱 就是 要让自己 脱离 苦难 脱离 烦恼 那么你就 得到 啊 得到 得到自在 啊 自在是什么呢 要靠着你的 存根 啊 存根就是你的 根基 很重要 所以很多放得下的人 他们的根基都是很好的 啊 他们一接触佛法 他们马上就能够 啊 放下自我 啊 蛇去 啊 人间小我 而进入大我 所以 一个人如果不能调伏 自己的心 这就是愚人 愚人就是说 一个心控制不住 碰到什么事情就跳 碰到什么事情就闹 这种愚人 啊 在佛经里面也有说 啊 愚人法 就是因为你调伏不了 自己的身心 啊 调伏不了你的身心 啊 所以者和 所以你就没办法了 啊 对不对 如果你能够调伏自己的心 你已经是声闻 法 也就是说 你已经是声闻道 圆觉道 也就是 进入菩萨的心了 所以 我们学佛 非构形 就是 做菩萨形 不能有污垢 在修行当中 不能有污垢 叫非构形 非净形 就是不能有不干净的行为 是菩萨形 才是菩萨形 啊 所以一个人如果心中有魔 你就 不能有智慧产生 啊 所以要降魔 就是降服心中 不正的 这种观念 而不入邪界 啊 是菩萨形 如果你今天 能够 克服自己心中的心魔 哎呀 我一定要去买一样东西 我太爱它了 你就不买 你已经 进入菩萨形了 所以一个人 要灭除自己的 贪嗔痴 跟烦恼 就要学会 执重得本 就是 让众生 能够 有道德的 啊 这个本源 啊 本源 所以我们呢 在人间呢 有时候 啊 经常说 哎呀 我痛苦啊 当别人跟你解释的时候呢 我脱不出来啊 啊 想一想 你不能调伏你的心性 不能调伏你的 业障 你就是 没有智慧 你就会 被一些业障 所束缚 啊 所以 这种人 怎么能解脱呢 所以在佛法当中 也有很多 这个方便法门 啊 方便法门就是 靠念经 来解脱自己的痛苦 但是 你必须要有智慧啊 因为你 如果没有智慧的话 你没有 理解到 这个世界苦空 无常 没有理解到 苦空 非我 因为这个世界的苦和空 啊 实际上 一切 连你都不是的 你有什么好执着的呢 你有什么放不下的呢 所以 懂得这个世界 啊 若无物所得啊 啊 则无物攀缘啊 啊 什么意思啊 如果你不要得到什么东西 你就不会去攀 去要更多了 啊 就像我们现在 人现在用手机 啊 你弄一个 这个 iPad phone 4 你可能就会6 5 然后你就想 把他得到7 这就叫攀 啊 如果你没有手机的话 啊 你可能 你也想不到要7啊 要8啊 这什么 实际上 这就是 啊 师父虽然不是说 叫你们不要用手机 我是举个 例子 当你有了 你会不停的再去追求 更好的 这就是人的病 其实人的病 并不是身体病 是烦恼病 因为烦恼会引起你的心病 如果你的烦恼不能断除 你一定会有更多的烦恼出现 所以台长经常叫大家不要攀缘 攀缘就是什么 这个你不停的去需求 去要 你最后 责为病本 就是你 就会得到生病的 基本的东西 那就是什么 就是因为你攀缘 你不攀就不贪 你就容易调伏自己的心 你调伏自己的心 你就能调伏一切众生之心病 所以一个人 怎么样让自己的心能够调伏 不要贪啊 无所谓的 世界上什么事情都无所谓的 因为其实 我们说人平等心应该怎么起 人从出生 大家都要经历出生的苦难 人走的时候 都要经历死的苦难 人 老了 想吃的东西没有牙了 想玩了 腿走不动了 想 做一些好事情 但是身体不行了 生老病死 实际上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所以不要去觉得不平等 生老病死 那是 人间 我们说 这是一个法则 一个基础 因为你不知道 你 没关系 但是你一旦知道了生老病死 众生皆有之 那么你就不要再去攀缘了 因为攀到的最后都会死掉 都会没有 都会灭入 所以 佛法界讲 用智慧 来让自己涅盘 也就是说 自己用智慧 来达到无我 苦空 的境界 你就不会颠倒 你就不会颠倒 所以很多人 最多 最大的问题就是 执着于自身 觉得自己 这是我的 那个是我的 这个是我的 你讲我了 我难为情了 我没面子了 所以 作为一个修行好的人 要四大皆空 无我 生意无我 生气也不是你的 那你有什么病 可以从你身上生气啊 烦恼无我 这个烦恼也不是你的 我问你们 你们觉得这个烦恼是别人的 你们会有这么痛苦吗 不会的 只有当你们觉得这个烦恼 是你自己的 那你才会变得非常的痛苦 所以你身体没有 感觉是自己的 你哪来生病啊 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个是境界很高 让你了解到这个身体 你 也不要太当心 太当回事 这个不是说叫你不要注意身体健康 而是说不要太执着于 哎呀 什么事情 我我我的身体啊 我应该怎么样 我应该怎么样 所以 我们说治疗 身体的病很容易治 治疗心中的病 很难治 所以 那个 当年那个文殊师利 菩萨他呢 也是说要调伏其心 啊 为什么要怎么样来调伏其心呢 就是应该啊 要懂得这个身体 不是我的 啊 要知道这个世界的一切 都是啊 五蕴 甲合之身 所以我们 不管怎么样 要懂得不要攀远 因为攀了 你就会被自己束缚了 所以用现代话讲 你正特别当心什么 你就会被这个事情会捆住 所以要善观因缘 知道这个事情是你的 就是你的 不是你的 不要去追逐和追求 这样的话 你才能脱离 啊 这个烦恼 啊 这个 行菩萨 行 啊 不依照自己的 身心 这种贪念 所处的环境 而行 而脱离烦恼 解脱 自身的心性 学会 四五量心 而不 贪着 与烦事 这个烦就是 啊 双目灵 下面一个凡 就是我们人间的凡事 你就是 行 菩萨行 好 听众朋友们 今天呢 因为时间关系呢 十几分钟呢 我们的白话佛法就到这里 结束了 非常感谢 听众朋友们收听 好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您的观众朋友们